大家好 今天来介绍一个小工具 就是大家现在看到的这个动漫视频修复 经过实际测试呢 它对动漫的修复效果非常的好 然后对其他类型的视频其实也是可以修复的 我们来看一下怎么样使用 下载下来之后就是这么一个压缩包 带1.5G 体积也不大 然后解压缩 打开就是这样 双击启动就可以 好 这就是这个软件的使用界面 然后呢 下面有些设置 我们简单说一下 这边的话就是你要处理的这个视频 你把它直接拖进来一些 或者是这边输入视频文件 然后这边去选择也可以 这边的话 选一个 我们待会儿再看这个视频 然后这边呢是它的输出文件夹 这个大家可以自己选择 在这个地方 然后这个输出图片序列 就是如果说你需要是序列帧图片的话 那么你把这个勾上就可以 这边的话它会选择这个图片的格式 然后自己选就可以 如果你把这个取消掉的话 那么它输出的是MOV 有这种视频格式 然后呢 这边有个超分设置 然后这个算法的话 我建议大家选第一个就可以了 然后这个超分模型 选这个4 4x这个 然后呢 分辨率 这里大家可以自己选 想为哪个用哪个 切割块大小 建议大家选这个4G 400 然后呢 这边选这个1 4 整体的这个设置呢 是根据我机器的这个效果来的 因为在我机器上的话 这个设置 它的速度是最快的 非常的快 大家也可以在自己的机器上去试一下 如果这个不快的话 那么你可以去修改一下这些东西 看一下怎么样去使用这个设置 然后这边后面都有个问号 大家看 鼠标放下去不要动 稍微停一下 然后它会出一些说明 这边大家也可以去看看这个说明 到底什么意思 都有这个说法 然后呢 这个超分半斤度 这个大家能打开就打开 因为打开的话 可能会速度更快一些 输出这边的话就没什么 这是待会儿大家可以看到 然后呢 我们来看看这个视频 视频是这样的 很早以前的一个动画片 它这个是比较模糊的 然后呢 我从这个网上下载一个 它截了一下 也就三秒钟时间 因为我们做演示就不用太长 然后这边的话 我们把它拖进来就可以了 然后这边选中 然后呢 我们来这个 因为我们这边都设置好了嘛 所以这边直接点就可以了 一键压制 这边会有这个操作说明 大家待会儿可以看一下 它这边有个窗口 就是实际处理的效果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画面 这个高清效果已经出来了 这个修复效果非常的好 而且这个修复速度呢 也是非常的快 我们待会儿可以做一个对比 把这个超分设置这边改一下 可以看一下其他设置的一个速度 好这样的话就OK了 大家看我们这个效果 可以简单看一下 大家看到这个修复的非常好 然后呢我们看一下这边这个修改 超分 改一下这个模型 我们看一下这个效果 它这个速度呢 相对来说就要慢一些 不如之前那个快 大家可以看到 修复效果也不错 然后呢这边那个速度呢 就要慢很多 这个速度的快慢 明显可以看出来 这个我们稍微等一下 好我到这的话就直接跳过了 好它这边修复完了 我们看一下这个效果 这个效果也不错 但是它的速度呢 比之前我们用4X那个修复的话 速度就慢了很多 非常慢 然后至于这个对比效果 简单来看一下 选择这俩 拖进来就可以了 大家可以看 这个左边这个呢 是用2X这个模型 右边这个是4X这个模型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修复效果来说呢 这个4X的效果要略微好一些 还是可以看出来有一点区别的 而且这个4X的速度呢 是非常快的 所以这边配置这边的话 我建议大家 这边就选这个4就可以了 大家也可以自己去尝试 然后呢我们再来试一下 其他视频 不是动漫的这种情况 然后呢这边先清掉 我把这个拿过来 这个大家也可以看一下 也是三秒钟差不多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修复 同样的点这个 开始压制就可以 这边稍等一下 然后大家可以看这个修复的速度 非常的快 好修复完了 我们还是直接看效果 就这个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高清效果 当然这个我们是1080P的嘛 大家如果说对效果去更高的话 这边你可以选择4K 甚至8K 这边都可以 当然这边越高的话 可能需要的时间就越长 这个大家需要自己去考虑 这个就是我们今天想给大家说的内容 大家如果有需求的话 可以去尝试一下 这个修复效果还是很不错的 好今天就到这 大家拜拜